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新年致辞中表示 希望今年的总统选举成为希望和团结的一届选举 而不是敌对 憎恶和分裂 文在寅还表示 将为因保持社会距离措施 而蒙受损失的小工商户 迅速提供最大程度上的补偿和支援 今年是文在寅任期内最后一次发表新年致辞 文在寅表示 希望今年的总统选举 成为围绕国民生活和国家未来展开激烈竞争的民主主义庆典 并呼吁国民积极参与选举 文在寅表示 希望选举成为寄托国民希望的团结的选举 而不是敌对 憎恶和分裂 文在寅还强调 推动国民生活完全恢复 是剩余任期内的最优先课题 文在寅承诺 将对保持社会距离措施造成的损失 予以迅速补偿 文在寅说 将竭尽全力为小工商户和蒙受损失的行业 迅速提供最大程度的补偿和支援 文在寅还表示 目前在南北关系方面的工作未尽 南北的决心与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将继续推动中战宣言 文在寅表示 任期内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推动 将可持续地和平 制度化的工作 发表新年致辞后 文在寅同国家五大机构主要人士 朝野党代表 经济界人士等举行视频新年团拜会 练习